那同樣也是最新的訊息 我們來關心到的就是台股 因為呢就是中國解放軍 他們突然宣布要來展開演訓 那麼現在會不會影響到台股的表現呢 現在9點11分了 最新開盤的狀況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子晶來告訴大家 子晶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這個共軍宣布近零兩天 要對台灣的周邊展開軍演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台股今天開盤 看起來是不受到影響的 因為指數一開盤呢是就大漲了 115.121666點來開出 那這個價位呢是又再創了新點位 就是再創新高 那麼其實可以看到盤面上 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表現 真的非常的強 開盤是用跳空大漲了13塊錢 以877元再創新天價 那包括像是鴻海也強漲超過2% 廣達也上漲超過1%等等 整個盤面上可以看到呢 AI股呢是持續的帶領台股 在網上的做攻擊 那麼最主要就是因為說 今天這個凌晨呢 AI晶片巨頭輝達 他們發布了最新的財報 那麼包括說第一季的財報數字 還有第二季的市場展望呢 都是超乎市場預期的 非常樂觀 所以輝達的盤後的股價 已經先大漲了超過7% 是占上了1000美元的大關 所以是持續的帶動台股 那麼分析師最新也說 雖然這個共軍軍演的消息 有可能會壓抑整個台股盤面的氛圍 可是他認為說 不至於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整個台股呢 還是會在輝達的帶領之下呢 會呈現一個多頭的局面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 這個目前最新的台股行情 共軍東部戰區早上7點發布了消息 表示將會在台灣周邊的海空域 來執行聯合操演 還有更進一步的詳細資訊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韋宏 好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 帶來關心中共人民解放軍呢 在東部戰區呢 在今天上午7點的時候呢 宣布5月23號到24號 將在這個台灣周邊的海空域 組織這個陸軍 海軍 空軍 火電軍等等兵力 來進行這個聯合力艦 2024A的演習 而他們是表示呢 這一次的聯合海空戰備兵型呢 其實包含了這個 聯合奪取戰場的綜合控制權 以及精準打擊目標等等的科目 所以說呢 這個基建會在台灣的周邊 來進行肉抖的這個活動 而其實這個理解稱呢 其實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 謀獨行徑的一種嚴懲 其實他呼應的反對的就是呢 當時吳磊的時候呢 賴清德德制止的相關內容 那其實呢 對此呢 其實我國的國軍呢 也有發表回應 表示說呢 國軍是緊急了 啟動相關的應處行動 包含是這個海軍 空軍 陸軍等等 三軍都是處於警戒狀態 那國防部這邊呢 是也表態了 表示說認為針對這樣子 反對的分裂勢力 其實是有不助於這個 台海周邊的和平穩定 是有破壞這個台海周遭和平穩定 擾動區和平穩定的一個行為 所以說呢 國防部對中共這樣的行為 是表示嚴厲的譴責 那對此呢 其實這個聯合力戰演習呢 其實在當時呢 蔡英文總統 前總統跟麥卡錡見面的時候呢 中共其實也是有發起了 相關類似的這樣的行動 那其實呢 整個這個聯合力戰演習的範圍呢 就包含了台灣海峽 以及台灣的北部 南部 東部 以及金門 馬祖 烏秋 東映等等周邊 都會有相關的軍事行動 那對此呢 其實解放軍今天早上呢 除了釋出了這個交集之外呢 也在他們的這個 東部戰局的微博上面呢 也發表了相關的 動態的影片 其實恫嚇台灣的意味 可以說是相當的濃厚 畢竟呢 在現在兩岸關係 緊張升溫之際呢 中共又宣布了 23號24號將展開 兩邊的聯合力戰演習 其實對台海周邊 以及區域的 這個和平穩定 都是帶來一定的傷害力 那其實對此呢 國防部他是強調說呢 相關海空域的動態呢 國防部都會嚴密的來監控 緊急來應付 以上就是我們找到 現在最近的 今天把時間鏡頭 交還可以同內去播 好那另外呢 就是在7點45分開始 中國人民解放軍 東部戰區為台灣海峽 台島北部 南部東部 以及金門島 馬祖島 烏秋雨 東銀島周邊 是展開了聯合演訓 那麼中國軍方 也是以快報模式 來宣布這演習的範圍 中國軍號消息 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 李希海軍大校表示 5月23號至24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 東部戰區組織戰區陸軍 海軍 空軍 火箭軍等兵力 為台島周邊開展聯合力艦2024A演習 重點演練 聯合海空戰備警巡 聯合奪取戰場綜合控制權 聯合精打要害目標等科目 艦機抵近台島周邊戰巡 島鏈內外一體聯動 檢驗戰區部隊聯合作戰實戰能力 這也是對台獨分裂勢力 謀獨行徑的有力懲戒 對外部勢力干涉挑釁的嚴重警告 好 所以針對了中國解放軍 部戰區呢 是今天開始要展開圍棋 兩天的聯合力艦演習 那最新消息就是國防部有的回應 對於這種不理性的挑釁 破壞區域和平穩定行動 表達遺憾 國軍依經常備戰時期 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派遣了海空以及地面兵力 來應對就是我們收到的最新訊息 好 確實來關注的就是 中國海警船近期也是頻繁的 編隊侵擾我方海域 國防部政策也因此做出調整 從昨天公佈的台海軍情顯示 軍方首度獨立公佈了 中海 中共海警船的動態 那這等同於未來中國海警船 也會列入國軍艦艇 以及暗置飛彈系統的監控 以及應出範圍 我國海巡人員對著千頓級 中國海警船發動驅離 廣播海面上清楚可以看見 三艘海警船編隊 侵擾我金門南方海域 近期次數越來越頻繁 國軍也觸手反制 從國防部公布了台海動態 就可以發現 爭火共建七艘次 跟首次公佈海警船四艘次 在台海周邊活動 並納入國軍艦艇飛彈系統的監控範圍 因為畢竟他的警察 代表的是對內的一個執法權 所以他也可以去透過這個方式 去壓縮我們在這個 附近海域的一個相關的治理權 所以對於我們國防部來說的話 不管是海軍還是海警 只要對於我們有任何威脅 我們就應該去納入在一個 徵收的範圍以內 海警船成為中國對台脅迫的新工具 專家也分析海警船出現次數增加 某種程度是想對外表彰 中國有權掌控驚嚇水域 我方不得不有所應對 隨著兩岸情勢持續升溫中國擾台 手段越來越多我軍也不能永遠沒守成規 畢竟敵變我方也得變 同時新聞中在後來午後台北採訪報導